今天是黑老大俊哥出狱的大好日子 可看到前来迎接的小弟们他却一脸的不高兴 因为自己最得力的手下老金没有来 领头的胡子男告诉俊哥 副会长手头有些事情要忙 所以只能在基地等待俊哥了 没想到当年的小跟班如今坐上了副会长 俊哥既感到惊讶 但更多的是内心的不爽 随后车队浩浩荡荡的行驶在公路上 很快就来到了釜山邦的基地 老金带着众人在门口等候多时 见到俊哥后他毕恭毕敬的行李 俨然一副忠诚小弟的模样 但在接下来的街风宴上 俊哥却丝毫没有给老金留情面 他当着众人质问老金 为什么这些年从来没有去监狱探视过他 原来当年正是为了保全老金 俊哥独自一人扛下了杀人的罪名 结果这一盼就是17年 可是面对俊哥的质问 老金却以事情太忙为由敷衍应付 这瞬间挑起了俊哥的怒 众小弟们见状纷纷停住了手中的碗筷 场面顿时陷入极度尴尬的境地 见此行刑老金也不再伪装 他劝俊哥先好好休息几天 然后可以去国外一养天年 俊哥这才意识到 自己在帮派的地位早已不复存在 二人之间的夺权之战就此打响 为了找到一个得力的助手 俊哥在海边测试了从监狱带出来的小胖 确认对方是一个可以值得信任的人 第二天他去拜访了迟迟为露面的老会长 老会长和俊哥的父亲曾经出生入死 一同创建了如今的釜山帮 他后悔自己错看了老金 将对方提到了副会长的位置 如今就连他自己也遭到胁迫 老会长不想看到帮派落入到小人之手 他交给俊哥一大笔巨款 支持他夺回父辈们创下的基业 随后俊哥偷偷去看望昔日过命的兄弟 可这几年身边的亲信早已被老丁铲除殆尽 侥幸活下来的几个也被折磨得生不如死 得知俊哥要夺回帮派后 兄弟阿强和阿荣丽马表示愿意誓死追随 而另一边的老金也没有座椅待毙 自从上次的接风宴后 他知道自己和俊哥的关系已经决裂 但杀大哥的罪名可是江湖大计 所以老金让胡子男给俊哥送去一张机票 希望这位好大哥识相点主动离开 看着眼前苟障人士的家伙 俊哥命令小胖直接驾车离去 当然要想完成自己的计划 俊哥知道此事还不能把老金逼得太急 于是他让小胖故意在外面放话 抱怨俊哥现在不但穷得连小弟都演不起 还重新沾上了吸毒的恶习 这个消息果然让老金放松了警惕 俊哥趁机开始筹备复仇计划 他先是用钱收满了当地的刑警 警察表示只要不出人命 对于黑帮的内斗 他们可以睁一只眼闭一只眼 接着俊哥让人对老金的现状进行了摸底调查 老金的心腹助手一共有三个人 头号助手名叫小新 是老金的左膀右臂 为人心狠手辣 但此人极为好色 经常出入各种风月场所 二号助手名叫老高 酷爱打高尔夫球 虽然他的手下人数最多 但由于平日里疏于管理 所以实际上的战斗力不值一提 三号助手名叫大鹤 一直掌管着老金的赌场生意 他是典型的墙头草随风倒 三个人中他的忠诚度也最低 摸清楚老金的底牌后 俊哥决定即刻开始实施行动 可是想要彻底扳倒手握重拳的老金 光有计划没有人手可不行 此时一个叫小宇的男孩刑满出狱 成为俊哥夺取帮派的关键一步 小宇是釜山当地出了名的小混混 经常带着一大批年轻人 在外面打架动 就连庙宇的和尚他们都不放 可很快小宇就被警方逮捕 英剧中斗殴罪被判了两年的无期徒刑 小宇的妈妈和俊哥曾是中学同学 为了让儿子在监狱里不受欺负 他只好请俊哥帮忙关照 在俊哥的特殊关照下 小宇再也不用干监狱里那些脏活累活 他不仅可以跟着俊哥在狱警的办公室里一起抽烟 还时常能听俊哥讲一些有趣的江湖往事 这让小宇渐渐感受到如父爱一般的温暖 两人的关系也越走越近 当小宇被刑满释放后 俊哥第一时间送给他一辆摩托车作为出狱礼物 而正是因为在监狱里的这段特殊情谊 在得知俊哥要夺回帮派后 小宇立马带着众小弟全部投入到俊哥的门下 这让俊哥的复仇行动也终于得以实施 为了铲除老金的左右手 他们先是利用夜店里的跳舞小妹 抓走了老金的头号助手小心 将对方关进了笼子里 与此同时 小宇带人冲进了老高的球馆 在球场上追着老高一顿暴打 最后将他的双腿打断直接扔进了海里 接连折损了两员大将 老金立刻对俊哥发动了回击 趁小胖等人在路边喝酒 骨子男驾车直接出 将小胖和阿强撞飞到数十米开外 本以为双方即将展开一场正面虎拼 没想到老金这时却主动打来电话 要求和俊哥进行和谈 他一改之前的态度 提出将自己成东成南的地盘 全部让给俊哥 只希望他们今后能和平相处 如此诱人的条件让俊哥也倍感意外 看着成群的乌鸦在天空中盘旋 俊哥预感到老金一定在背后酝酿着什么阴谋 殊不知此时小宇对他的态度 正在发生微妙的变化 原来就在他和老金会面之前 老金先约小宇在咖啡厅见了一面 但为了争夺帮派老大的位置 俊哥偷偷派人杀死了小宇的父亲 而当年去执行刺杀任务的 正是老金和一个叫大刘的人 为了证实自己的说法 老金把大刘也带到了咖啡厅 突如其来的消息让小宇有些难以接受 他不敢相信自己的好大哥竟然是杀父仇人 而更坏的消息接踵而至 老会长突然去世了 这就预示着俊哥和老金的夺权制战将提前打响 一场蓄谋已久的刺杀行动即将开始了 当老会长的葬礼刚一结束 老金就命人在半路上对车队进行拦截 他必须趁这个机会解决掉俊哥 可本以为计划万无一失 谁知俊哥这边也早有准备 阿荣看准时机猛踩刹车 后面的胡子男来不及躲审 直接一头撞了上去 没等老金反应过来 俊哥提着刀迅速走到车前 一脚将老金踹到了后背箱上 接着对着老金的腰子一顿乱闹 另一边阿荣拉起电锯 敲碎车窗 将胡子男的胳膊硬生生给锯了下来 此时的俊哥已经杀红了眼 忠诚度本就不高的大鹤也只好后退观望 随后当着众人的面 阿荣用电锯把老金的右手直接锯断 老金坑得发出杀猪般的惨叫声 现场惨不忍睹 众人瞬间被眼前的一幕给吓傻了 小宇这才知道 原来这一切早就是俊哥预谋好了 对方根本没想用他去铲除老金 而经此一战后 俊哥全面接管了釜山帮 老金的三大助手也纷纷投靠了俊哥 按照当初和警方的约定 俊哥并没有杀死老金 可就在这时 小宇突然接到一个电话 随后他立刻带着人驾车离开了现场 原来打电话的人是大刘 他得知老金大事已去 终于把当年的事情告诉了小宇 当年他们虽然是去执行俊哥的命令 但俊哥交代只费不杀 而真正下死命令的人其实是老金 他曾是小宇父亲的手下 为了不留后患 所以逼着大刘要斩草除根 压抑了许久的小宇终于爆发了 他带人直接冲进了医院 按着躺在床上的老金莲捅树刀 亲手干掉了这个杀父仇人 然而此举却触犯了警方的底线 警察勒令俊哥三天之内必须交出凶手 否则就把他再次送进监狱 为了平息此事 俊哥把小宇约到郊外去见面 简单了解事情的经过后 他把手伸进了口袋 小宇以为对方要杀人灭口 下意识去拿怀里的武器 可没想到俊哥却拿出来一张机票 他让小宇出国躲避 剩下的事情交给他来处理 这让小宇更加迷茫了 他不知道眼前的这个人到底是迪士尤 临走前他问俊哥 从俊哥错愕的表情中 小宇似乎已经得到了答案 他哭着撕掉手中的机票 自此以后他和俊哥彻底分道扬镳 而知道真相的两人又会何去何从呢 欢迎在评论区留下你的看法 好了我是利格 我们下期再见